感动!经历了那么多年了,他们终于可以大声跟别人说:"我们是星兜徒!"。 吉隆坡30日训,自历史九年代的改交争色风波因父母,单方面改信伊斯兰无效判决而告一段落后,印译妇女英蒂拉 的二名成年子女能光荣的以星兜教徒自称。 英蒂拉 的长女特威达斯妮,Tavey Darsini,今年已20岁,她说:"她在文判后很感动。 当妈妈今早播电给我报喜,我就向她哭了。这些年来,我们终于获得正义。 在过去九年,很多人,朋友或熟人,问起我们的身份,特别是宗教信仰。 我坚定地回答星兜徒。从今以后,我更可以确认,我是星兜徒。 特威达斯妮以书面方式回复梅雷没有时,如是指出。 再也不怕别人问身份。 另外,特威达斯妮的弟弟卡兰迪尼斯 ,今年已19岁,她说,其阿姨走出法庭后,立即致电给她报喜,而她听了判决后说不出话。 我更加坚定自己的身份,我想我不会再怕人家问我,到底是穆斯林还是印度人。 英迪拉原名白马拉班的前夫,于2009年3月1日改信伊斯兰教,取名莫哈莫利端,并于同年4月2日在英迪拉布知情下,向霹雳州宗教局申请为三名当时年龄12,十何一会伴的孩子,改信伊斯兰教。 不怕外界知道家事。 此外,卡兰迪尼斯认为,他必须让外界知道他家庭的情况,以确保不再有其他大马人,经历同样的问题。 人民必须知道这个课题,那么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像我们这样的情况。 这不关失去隐私,而是要所有大马人睁开眼,看问题。 据了解。 。 对于被迫与最小的妹妹分隔十年,两姐弟依然很不满父亲莫哈莫利端的行为。 两姐弟对父亲失望。 。 特威达斯尼直言,我一直以来对我爸爸感到失望,他让我们经历这些。 。 而卡兰迪尼斯则表达极度生气爸爸不负责任的行为,同时还说,若他要改教,这没问题,但为何还帮我们改教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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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姐弟最小的妹妹布拉莎纳蒂莎,Perfana Dexa,一直与父亲同在。 。 。 特威达斯尼说,他们最后一次见布拉莎纳蒂莎时,布拉莎纳蒂莎只有一会吧,当时法官遇令英蒂拉所有子女出庭。 对老妈的记忆停留在婴儿期。 。 我猜,她对我们就这么一点记忆,因为她当时过来我们的座位,给我们看她在纸上的涂鸦,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与她的接触。 。 特威达斯尼,佐,和卡兰迪尼斯,又,在旁安慰思念老妈的英蒂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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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社 几年后,父亲的律师给我们发送妹妹与爸爸的合照 每个人看了那张照片,他们都说长得像我,但我们还未确认,我不觉得我现在能认出他,我对他的印象停留在婴儿期 而卡兰迪尼斯则说,我希望他长得像我姐,哈哈哈哈,布拉莎纳蒂莎这么小,他长得像特威达斯妮 我不确定我是否还能认出他,毕竟九年了,希望能与妹妹早日团聚 两姐弟表明与妈妈英蒂拉同在,并希望能与布拉莎纳蒂莎团聚 今天是非常幸运的一天,感谢大家给我们的支持 虽然现在平静了,但妹妹布拉莎纳蒂莎还没回到我们身边,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斗争 卡兰迪尼斯补充,现在我妹妹和爸爸的去向成迷,妹妹一天还没回到妈妈身边,斗争还是要继续 马上转发